大家好,我是馨月 鸡蛋是我们炖的都离不了的 鸡蛋的营养丰富 主要价格还便宜 我买的这种笨鸡蛋折合是七毛钱一个 今天用笨鸡蛋来分享一道经典老菜 开水炒鸡蛋比油炒的还鲜嫩 先在盆中加一勺食盐 一勺小苏打,15克白醋 倒了一碗生水,咸咋喝咸喝 根据人口的数量放入鸡蛋 把鸡蛋放进来先泡5分钟 加入盐可以消毒杀菌 加入白醋和小苏打可以软化蛋皮上的脏东西 上面很容易残留粪便和肉要看不掉细菌 比如大肠杆菌 所以吃鸡蛋前一定要把白油条给它刷洗干净 这样避免磕鸡蛋的时候蛋皮掉在食物里面 浸泡5分钟以后就可以清洗了 去邻居家借一个小刷子来刷一下鸡蛋 把表皮彻底的刷起干净 放在大碗里 清洗鸡蛋的水还是蛮脏的 把5颗奔鸡蛋依次打入碗里面 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少许黄酒取腥 加入20克的温水搅和搅和 天冷的鸡蛋也会上冻的 多搅一会儿 充分地把鸡蛋搅和均匀 成流线状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边 再去盆里面剪上几颗香葱 用流动的生水重洗一下 放在案板上切成小段 收在碗里 准备一点大蒜捏一捏 皮就爆开了 直接切上厚厚的薄片 收在碗里 再加上一把海米 开水炒鸡蛋呢 水和鸡蛋的比例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电子称的话 准备两个相同的碗 水的位置和鸡蛋的位置 一致就可以了 5个奔鸡蛋276克 水也要276克 热锅里倒入生水 加一勺食盐留个底味 盖上盖子烧开 水开以后转成文明火 然后把鸡蛋给它倒进来 入锅以后不要用工具去翻动 先休息一分钟 让鸡蛋定型 然后把切好的葱花 蒜片和海米加进来 底部微微定型的时候 再用铲子轻轻地翻炒一下 慢慢地炒 鸡蛋已经开始成型了 两分钟左右 在锅里面保留一点汁水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会更加鲜嫩 再翻炒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装在盘子里 一盘儿均点老菜 开水炒鸡蛋就做好了 以前的人的舍不得吃油 家庭调料也有限 家里的大人就喜欢吃这样炒鸡蛋吃 这样做出来反而比油炒得更好吃了 鸡蛋的口感特别的鲜嫩 真的是太香了 如果你也喜欢 那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都好吃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哦 辛苦一下 这里是新月厨房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